这一盆金边内香 开完花之后都没怎么生长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 它底下的这些老叶子 还在出现这种发黄的现象 我提了一下这个花盆 我发现它不会缺水 有点重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跟我们这里最近的高温有关系 这个金边内香 它还是比较怕热的 如果温度高于30摄氏度的话 它可能就会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那么就是不怎么生长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给它曝晒的话 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黄叶的现象 而我们这里的这个温度反常 昨天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 而且这个地方夏天会晒到下午的太阳 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现在赶紧把它搬到 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去度度下 这个金边内香只要度过了下 其他季节是非常非常好养的 我就把它放在阳台花园上面养 这个地方的话晒不到太阳 但是通风非常的好 想要让它安全度下 就得放在又凉爽又通风的地方 这个地方蛮合适的 这个地方蛮合适的 那么这些地方是非常好养的 但是这些地方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养的 所以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本来当下 这里的地方是非常好养的 就能够进去 比如说自己的地方 就是说我 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 也不想更多 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